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请主持人杨帆 挑战无处不在 威梦 越战越勇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 《越战越勇》 《为梦畅响》 本栏目由节能冰箱领导品牌 荣生冰箱独家冠名播出 荣生冰箱质量保证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上面有我们栏目组的报名电话 在这里我要强调 每一位登上我们舞台的选手 都将会获得五千元的奖品 如果你能够站到最后 笑到最后拿走那只银化筒 你将会获得的奖品 是两万元的 由荣生冰箱提供的精美奖品 今天的选手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们当中的哪一组 能够站到最后 成为那只银化筒的获得者呢 现在我宣布 《越战越勇》 《为梦畅响》 挑战开始 挑战开始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今天的一号选手 刘志才 有请 大家好 我叫刘志才 今年五十六岁 我来自河北省石家庄 陆泉区石井乡石井村 是为农店工 掌声欢迎 不过刘大哥 您嗓子真不错呀 声音浑厚 音量还大 但是呢 我先拿下 我作为中央电视台的员工 有义务保护我们台内的资产 这一个话筒好几万 我怕您给我们喊坏了 这声音太大了 稍微小点声好不好 我们观众听得见 这麦克风它可以扩音 好 我试试吧 小点声不会 你看到没有 大家好 我就 哎呀 不行 跌倒我 不会是吧 是 那你这样 那个 我给您拿着话筒 您就正常说话 然后我找你 你看行不行 好不好 好 做电工 做电工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 在石家庄哪里来着 石家庄陆泉区 这声音还有什么 石景乡 石景村 这个位置还可以 家里几口人啊 家里五口人 五口人 今天来到越战越勇 激不激动啊 激动 我非常激动 知道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吗 知道越战越勇 我们的口号是越战越勇 这还是有点远 你看这个位置呢 大哥 那个嫂子是做什么工作的 跟我一样都是乌农的 这乌农的 有孩子吗 有 有儿子 有闺女 有你现在样的主持人嘛 踩的有点太累了 你说自己底气不足 老嫌弃人家别人的声音大 我们这叫什么 电力十足 对吧 刘大哥 是 石家庄每人声音都大 那当然 你看我们刘大哥这音箱 你再瞧你这一小六 但是我作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主持人啊 我得问一下 就是您家人 长期和您生活在一起 他们的听力 现在还都正常吗 原来吧 我们家人就 我老婆一开始不行 我们刚结婚 有一次我们到 我岳母家 岳父家 我老婆在路上就告诉我 我老婆跟我是一个村的 就路上走 到我家了以后 一定要声音要小一点 说话要斯文一点 我家就是文化人 后来行 我说知道了 我们就一块去了 去了到那一块 一开始说着说着 声音还可以 一会儿就控制不住 就声音就高了起来 就大了 归去啊 老婆一顿的楚唠 哎呀 你就没出戏 就是那大嗓门 这是老人家 可能第一次见您的时候 可能这个 被您的声音吓了一跳 孩子们呢 哎呀 孩子们 这么这两年吧 我儿子 闺女都结婚了 都结婚了以后啊 都有小孩了 有了未孙子 有了孙子 我不注意啊 抱着那孩子 没事一看电视上 正唱着 我就跟着唱 我就放开喉咙就唱 一唱 哎 把孩子吓哭了 把未孙子吓哭了 把那个孙子吓哭了 我老婆就 就挠我 就想打我 因为声音大 把孩子吓哭了 还挨顿脑 你说这个 嗓子好有时候 他也惹祸 但是他应该有优点呢 有 这个大嗓门有优点 我不是农电工吗 农电工 收费快 收电费快 我到那个农村 到那楼下 我这么一嗓的 收电费了 没交电费 就马上交电费 这电费就收齐了 还有吆喝 收电费也吆喝 怕他听不到呗 这个工作当中是有便利的 他不用带那个小喇叭了 对吧 是 还有 还有优点 我这个优点啊 就是参加我们陆泉那个 这个老年广场舞队 我是一枝花 三十多个老太太 等等 一般老爷们说自己是绿叶 女生才是红花 您怎么还生红花了 三十多个阿姨 就我一个男的 那嫂子放心吗 放心 他们不是那个年代嘛 跳舞 他没有那个银箱 像现在有大银箱 就原来那个就是那录音机 就是那小的 那声音放出来小 他那个阿姨们呢 跳舞啊 这个远 距离远 他听不到声音 我这嗓门大呀 他们就说 录音机放在这儿 我就在这唱 放着音乐 我就唱 后边的阿姨都能听到 就 是这样 明白 刘大哥是人肉音响 对吧 而且据我们导演说 好像登台之前 您跟我们导演说 您今天特别激动 是 非常激动 接到通知以后 我不是长得黑吗 我用过老婆的美白面膜 用了一星期 你看您说了这个 用了嫂子的美白面膜 说明嫂子也很支持您 来参加我们节目 对不对 原来吧 我这个人是个外向型的 我老婆是个内向型的 她不怎么喜欢我这个唱啊 跳啊 这么聊还有故事了 是 现在吧 这就没办法 就接受了 一点改观都没有吗 她今天不来了吗 那么台下坐都不 嫂子好 咱们嫂子请上来好不好 欢迎嫂子 刚才我这个最后一部小秦 好像问出什么话题来了 一聊好像 您之前有过不支持她 对吧 她这个人吧 比较这个什么 嗓音比较大 她也不管在那 在家也是唱 也挺影响我正常生活 我就 影响正常生活 嗓音特别大 我听出来了 一是嗓音大 影响正常生活 最主要的就是 我觉得你肯定生活当中 有时候冷落了嫂子 对不对 那个 我要经常来 有时候他们有婚庆啊 让我出去演出 那么 有时间我们电力行业 要出去演出 有 不论什么时间吧 就是有时 过农村 过秋收啊 就是她自个儿在家里 把农货就扛起来了 所以你看 走就走个十天半月的 也可能就挥不去 还是冷落了 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 还不弥补一下 嫂子那么不支持 但是今天她来了 对不对 支持你 你是不是应该 比较温柔呢 比较浪漫呢 你知道咱们节目 这个有这么个环节 你跟嫂子要不要说点 悄悄话 甜言蜜语 我这个说不了悄悄话 你来来 是 没说 老婆 我爱你 看来这个学会温柔 学会浪漫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但是夫妻之间 那个默契 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我相信这么多年了 要一下改温柔了 也变得就不像刘大哥了 对吧 刘大哥已经表白完了 嫂子要不回敬一句 平时吧 就嫌你声音大 今天呢 你站到中央电视台舞台上了 你要把那声音 最大的声音拿出来 郑主平民们 把怪军拿回去 好 谢谢老婆 敬老子敬业 谢谢嫂子 我和我的福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住一首三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鸟鸟吹烟 萧萧村落 路上轻盗折 路上已倒折 我最亲爱的祖国 一乡的爱永不堪破 永远给我 刘大哥 我心中的歌 我吹起来的祖国 一向大爱拥护坦荷 永远给我的郎心 我心中的歌 刘大哥是我们今天第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 所以现在刘智才先生 您成为了我们的泪主 请到泪主区 加油 挑战继续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 魏梦畅响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掌声有请裴建平 大家好 我叫裴建平 来自于北京 我是一名音乐治疗师 曾经在中国航天员中心服役15年 曾经您有15年的居旅生涯 对 而且刚才您介绍您的这个身份的时候 我们还挺好奇 您说您的这个工作的名字叫 音乐治疗师 音乐治疗师 好像这个很少听到这样的名词 不太了解 就是音乐是可以治疗吗 对啊 那是治疗心理啊 还是生理啊 都可以吗 是通过心理来调节生理 对 来得太好了 您没发现今天您见我 我和年前就不一样了吗 怎么了 我今年过了春节的时候 就发现我抑郁了 为啥呢 就是不爱笑 具体的症状就是 不想回北京 不愿意看电视 一打开电视 就心里边乱 就东北话忙到 那我给你治一下 然后闷闷不乐 全家人都不知道 包括我本人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能通过简短的治疗 帮我调整一下 我试试吧 好吧 可以吗 行 搬个椅子 好 有椅子吗 您请坐 好 闭上眼睛 跟我坐几次深呼吸 眉头舒展 好 把你身上所有的重量 都沉在了这把椅子上 面部放松 肩膀放松 浑身都放松了 当你吸气的时候 你感觉你把你所有的压力 和抑郁 统统的聚集起来 当你呼气的时候 把你所有的焦虑和抑郁 统统的呼出去 聚集起来吸气 呼出去 再吸气 呼出去 感觉好点了吗 你别说 更抑郁了 哎呀 心情一点没有好转 还是不想回北京 就不想看电视 你得撕下去找解去 这上的时间太短 我这是怎么了 我这病还有救吗 来 你这些病不好治吧 来 我看你等听 他这个病啊 你得从病根上治 对 你看我有一办法 来音频老师 给我放那个春晚 主会场的音乐 来 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主持人杨帆 现在在中央电视台给大家拜年了 亲爱的朋友们 狗年到了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迎接 零点倒计时 让我们共同数五个数 五四三 忘 忘忘 原来你有心病呀 心情好多了 原来我不知道这个春晚的音乐 它可以疗伤啊 吴卫评委老师什么时候来的呀 每个人都好像年轻了十岁一样 你说这个音乐它多神奇啊 对 对 音乐治疗其实也是我们要根据不同情绪 把音乐呢 编成了抑郁的 欢快的 进高采烈的 把这些都编成一个曲库 但你看以前我们没有那么专业的知识 我们只知道好像人的心情 有时候根据不同 听不同的歌 他有时候这个心情不一样 所以才有什么疗伤的歌曲啊 什么快乐的歌曲啊 但是其实您的工作 是把它真正的做一个梳理 用非常科学的方法 进行系统的 给人进行治疗 对 对吧 但我听刚才您介绍 您来自于航天 航天员中心 航天员中心 我跟杨立伟 费俊荣他们是同事 哦 那所以说平时您的这个心理疏导啊 舒缓的 哦 这还有照片 对 我年轻时候 对 年轻时候 哦 所以说 那我们大胆猜一下 您的工作会跟我们的航天员有关系吗 有 有 我们在升上太空之前 我们都会给航天员做团体的音乐减压放松 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也会给科研工作人员做音乐减压 包括在日常当中 我们也会给我们的航天员的家属 也要做一些音乐的疏导 为什么这些跟航天工作的 比如说航天员啊 包括家属啊 那么需要心理上面的疏导呢 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吗 对啊 其实我们的航天这个工作 是一个生死一线的工作 发射成功了 意味着他们可以活着回来 如果失败了 那就是要做出牺牲 比如说在神舟五号发射的时候 由于我们在地面是无法模拟 我们真正升上太空的这种状态 所以呢 在这个发射期间的26秒的时刻 我们杨立伟发现这种同频震动的 五脏六腑都要撕心裂肺的 都震得非常非常的难受 当时他觉得我可能是要牺牲了 但是呢 他临危不惧 他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仪表盘 盯着数据 盯着时间 他在想 如果我回不去 我要把这些宝贵的数据 留给我们后续的科研工作人员 当发射到三分二十秒的时候 震动稍微缓下来 他松下了一口气 眨了一下眼睛 我们地面的科研人员 惊喜地说 哇 他还活着 当时一位白发苍苍的科研工作者 顿时哭了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在神舟七号 我们第一次是完成出舱活动 当时飞船已经飞到了出舱的测控区了 但是呢 宅之刚怎么也推不开那个舱门 这时刘伯明给了他一个手钳子 说不信你就凿开吧 这个此时此刻呢 我们的轨道舱 发生了火灾险情的报警系统 意味着我们的飞船要爆炸了 这个时候 两位航天员真的是将生死置之毒外 他们加速了这个出舱活动的动作 他们在想 如果我回不去 我要让我们的五星 中国的五星红旗 高高地在太空飘扬 真的如果这些细节 不是您今天给大家讲出来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到 包括我们今天再重新回看这张照片的时候 当我们的宇航员在太空中 高高地举起我们的五星红旗的时候 其实就像我们的战士 在战场上举起我们的国旗 所以我们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在航天基地当中 需要像您这样的音乐 心理的这样的辅导师 包括对于他们 据说还要对我们 其他的地面的科研人员 以及航天员的家属 都要进行这样的心理疏导 因为从太空当中 这样九死一生 高强度的工作 回归到地面 不仅是身体 需要有一个转换 其实更重要是心理 对 是的 我觉得今天裴老师 带给我们的是一个 不一样的故事 这些故事可能是 在我生活当中闻所未闻的 特别是讲到了 刚才在这个太空当中 出现的那些 可能小的细节和问题 我相信可能 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这可能很多人 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 更加觉得我们的航天员 航天事业者的伟大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工作 真的很伟大 能够通过音乐 带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变化 甚至能够起到 治病疗伤的作用 我觉得特别了不起 谢谢 所以最后我们才终于听懂了 陪大家今天不是来参加节目的 今天是来我们这休闲的 对吧 是来给你治病的 就是一个休息的过程 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 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是你把我摇到 撒下多少汗水 是你叫我承扬 付出多少苦累 想起你的情 我就心潮难停 想起你的爱 我就抱太多泪 抱得你啊 只有一句话 奉献不宜 举功尽瘁 举功尽瘁 我的一颗心 都梦给你啊 我的祖国 我的母亲 我的家相复 我的兄弟姐妹 做不到全家相复 我的兄弟姐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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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一堆肚子 掌声有请刘志才 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轮选择 首先有请评委 耿维华 倩平 真的很高兴 您的职业是非常的伟大 非常的崇高 您的演唱也是非常的专业 刚才您一张口 郭峰老师说 这完全是专业的 包括您的声音的表达 感情的表露 这个咬字各个方面 我觉得 完全是一个专业的歌手 所以 志才大哥 我想 您给倩平去比的话 您的弱项是咬字和方法 希望在以后的音乐学习过程当中 加强这两方面的学习 OK 所以我把反对标投给志才大哥 从专业上面来说 那有可能 志才大哥要稍微的弱一点 不过你的声音也非常的好 只是今天碰见了一个更强的抢手 也希望你在歌声当中 能够更多的寻找快乐 那很不好意思 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不好意思 那对于二位选手来说 我觉得都已经发挥了自己的水准 可能这时候就会有一些 非专业和专业上的一个差距 但是因为比赛嘛 就是要听最后的结果 所以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 非常遗憾 刘大哥 我要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陪倩平挑战成功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对我的鼓励 谢谢 祝贺陪大家可以继续保留这只话筒 虽然刘大哥今天挑战失败了 但是今天的你与众不同 你带着坚强的笑容 拿起手中麦克风 今天我是你的观众 再见 只要您登上我们的舞台 就将会获得价值五千元的奖品 本栏目奖品由荣升冰箱独家提供 掌声有请今天的三号选手 有请何涛 大家好 我是何涛 朋友就叫我山寿 来自山东 今年28岁 帆哥好 帅 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婚礼 结婚了 是的 恭喜恭喜 但是帆哥上台这舞台装 你理解吧 就兜里不揣钱 不能给分的 不用分的钱 因为路上 所有的朋友参加我们这个婚礼 都是我们婚礼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这个小请柬挺有特点的 上面首先有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对吧 是的 搭车去结婚 谢谢你 帮助我们完成这场特别的婚礼 搭车去结婚 所以你们是开车 旅游结婚吗 我们的主要的方式是以徒步和搭车的方式 2015年9月25号的时候 我和我的妻子小姬 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去走访 中国的56个民族的市居地 然后到村子里面找到他们那个传统的民族服装 我和我的妻子穿在身上拍摄民族结婚照 所以我大胆猜就是你们的结婚照拍了56套 是的 想法很有创意啊 真的很震撼啊 您看到这所有的图片呢 都是走到他们那个村子里面 通过和老人小孩聊天 然后找到这个民族服装的这个提供者 然后我们自己在村子里面找到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背景 穿上衣服以后呢 我们自己来支着脚架去拍的 自拍 对 用遥控器 闪光灯 哦 我们先送上掌声啊 祝福的掌声 谢谢你们 幸福快乐 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在现场 但是看你们拍了这么多幸福的照片 我们还真的感到满满的幸福啊 在里面 而且那你拍了这么多组 到了那么多村子里面 那这个中间的周期大概是 周期一共用了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有些民族服装呢 通常的情况下是用一周或者十天的时间 当然也有一些民族服装 它比较不太好寻觅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个月的时间 那比如说你在拍这些结婚照的时候 穿上各个民族的服装 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的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兴趣 使然才走 就是才有这么一场结婚旅行 然后走着走呢 发现很多民族服装特别有趣 特别的有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而且也会觉得 中国的文化原来这么的不大精深 记得有一次在拍那个苗族服装的时候呢 因为它苗族的服装都是 妈妈给女儿做的嫁衣 大概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呢 要花上十几年的时间 才做这么一身嫁衣 所以像老人家的话 它那个嫁衣上面 有很多的刺绣和银片 老人家它可以 就是每一个银片都有一个故事 它可以跟你讲一天 就特别的有趣 特别的有生命力 真好看啊 但是我们想象很简单啊 但是借着这些衣服都是人家当地的 真的人家自己结婚或者平时穿的衣服 对吧 这些服装呢都是有些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穿的 有的也是一些就是年轻的人 他们结婚的时候穿的 或者说有些是一些节庆的时候 穿的一些盛装 像您刚刚看到那个苗族的 它也是嫁衣也是节日的盛装 所以就是啊 这是人家自己的衣服 所以他会愿意借给你们吗 通常情况下都是还是蛮顺利的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拒绝我们的那些人 也是挺难的有时候 比如说我记得在那个拍摄蒙古族的时候 蒙古族民族服装的时候 我和我的爱人小鸡吃了25次闭门羹 因为他那个蒙古族的服装 尤其是帽子这一块 它是代表是男那个就是地位和权威 一般人是不能碰的很介意 所以当我和我的爱人小鸡呢 去敲第26家门的时候呢 然后讲了我们的事情 那个哥哥呢就特别开心说 你们就来吧 我楼上有好多这个蒙古族的服装 你们随便地挑 那这已经是第26家的门了对吧 所以前25次等于都被别人拒绝了 对 虽然之前25次都被别人拒绝了 但是没关系 因为有第26次 我们还是觉得特别的感动 这个小鸡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 好像跟之前那个苗族又是不同的感觉 包括我们今天在看台下 今天太太小鸡也在进场 今天这是哪个民族的衣服呢 这个是正常的 平时穿的衣服 咱们给小鸡请上舞台好不好 来掌声有请 刚才也说到了 说其实你们在寻找幸福拍照片的同时 等于你们也学到了很多 对吧 包括你们穿的结婚照 有的服装穿起来 你们今天其实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解释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随便挑两张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我们去离祖的时候 找到的叫树皮装 它这个衣服特别之处呢 是在于 生树皮做的 对 它是用那个 见血封喉树的树皮剥下来 经过特殊的公寓柔制 然后再缝制成的 它很危险 其实这个衣服在制作的过程中 因为剥那个树的时候 它的枝叶一旦进到你身体的伤口里 这个剥树皮的人 都会有生命的危险 但是他们加工好了之后 穿在身上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这是离祖 对 这是我们当时找离祖的 海南离祖的一个传统服装 这个是我们穿的鱼皮装 这种东北赫哲族 这个你们应该看不出来吧 这个是大马哈鱼的鱼皮 然后就我们平时吃那种鱼的鱼皮 剥下来之后揉制而成的 做成了它的材质的那个布料 然后用它的鱼巾缝制 我们身上 特别是我穿的那个扣子 就是鱼的骨头 骨头 所以它这一身 其实就是鱼身上的宝贝 很有味道 穿上去就仿佛穿着一件海鲜一样 我觉得真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一提到 其实结婚的时候是很头疼的 因为说结婚好像就意味着 这个吃饭 请客 喝酒 包括我在回忆我和我媳妇结婚的时候 好像也记不清当天都发生什么了 反正记着就是醒酒的断片之后 记清的事不多 就觉得很累那一天迎来送往 所以你们这个很创新很大胆的这样的想法 你们家人最开始支持吗 我们家人最开始的时候 只是跟他们讲说我们要去旅行结婚 然后想穿不同民族的服装拍结婚照 他们其实也没有想到说我们真的会去徒步下到每一个村子 他们以为说最多也就是去到那个城市 然后找个差不多的衣服穿上去 拍一下没那么辛苦 但是我们真的去到村子里面和百姓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后来我妈妈她们就在看我们一路上写的文章 然后拍照片的时候就特别的心疼 觉得说天那么冷然后还要走在外面 穿那个衣服那么薄 然后冻得不行脸都通红发紫了 还要去拍照 我妈有时候就问我说你们两个到底折腾这么一圈图什么呀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两个人结婚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 我们想要一起好好的生活 然后我觉得就可以结婚了 而且据说这一路上有很多人会被你们这种 幸福的这种追寻的精神所感动 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你们的人很多对吧 对 帮我们的人一路上其实特别多 能够走下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大家一路上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当时就比如说我们当时走到塔城的时候 塔城的时候 天已经特别特别黑了 又找不到住的地方都住满了 当时两个人都在街头上找 就一位大哥注意我们很久了 就说你们两个人干嘛呀 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是干什么 他就特别开心说 这样的话去我们家住就好了 我们家有房子 然后就把我们安排在了他们家的地下室 大哥晚上给我们端了烧开的热水 甜点 然后还有水果 当时他送过来的时候特别开心的说 他说给你们说个好消息 就是我的爱人 他知道你们两个的事 他以前在杂志上看过你们的故事 所以呢这两天 这几天在塔城 所有的事情你们都不用担心 把这当家吃住都在这儿 想要去找民族服装的话 也交给我们 我们来帮你解决 当时是要找哪身衣服 当时是要找 俄罗斯族和 俄罗斯族 对 就那一次找的是格外的顺利 所以我们中国人一直说一个词叫缘分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缘分 对 如果不是你们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样一次大胆地去冒险 可能很难想像塔城的这位大哥 和你们的人生会有这样的交集 对吧 是的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那个大哥 临走之前 还请我们去家里面 吃了一个团圆饭 他说这一别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再见了 就一起来家吃个团圆饭 准备了很大一桌子 那个手把肉 手把肉 我们当时看得特别感动 大哥就说 以后你们要是有机会带父母来了 然后就把这儿当作家 当家 记得你们塔城还有个家 当时就特别感动 觉得特别特别温暖 所以听到这样的故事方清姐也会 后悔吧 当时结婚方式太简单了 后面大姐都说我也后悔了 其实刚才在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勇敢这个词真的特别适合你们 我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够像你们这样 勇敢地能够面对一场我们常说的 说走就走的旅行 而且我想可能也更没有多少人 能够勇敢地去完成你们一场 这样特殊的婚礼 刚才看那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每一张照片都是你们这一辈子爱的见证 可能现在你们刚刚走在一起 对于你们来说 这还算是一个新婚阶段 我相信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后 当你们面对自己 可能已经趋于平淡琐碎的生活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小的挫折 或者是困难的时候 这些照片 足以让你们面对你们任何的艰难坎坷 真的特别羡慕你们 也祝福你们 谢谢老师 希望你们一直能够这样好好的走下去 谢谢你们 给我们更多的年轻朋友 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朋友一些启示 您的婚礼可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 可以让爱人和自己铭记一生的方式呢 谢谢你们起一个好的带头作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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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第五十六战 北京战 表演 开始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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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涛 你好 刚才听到你的这首《旅行》 我觉得其实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来说 唱得不是那么的完美 但是有一点你做到了 就是你的真情实感 我觉得这个是 作为歌手是更加珍贵的 那刚才裴老师也讲了很多 唱得在业务上面也很好 没有任何问题 但从我个人的审美上来说 我可能更看重 对这首歌曲的 真情实感的表达 所以那在这一轮 很抱歉 裴老师 我要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当然今天是一个 最终还是一个比赛 那从这个声乐上面的 真正的专业上面来说 我觉得倩平的声音 还是我觉得 他还是经过了专业的训练 所以从音乐上面 我把这个支持票投给倩平 把反对票投给你 不好意思 德涛 你们的旅行 我祝福你们 但是我还要把反对票投给你 为什么 刚才郭峰老师说得很对 这是一个专业的舞台 所以把反对票投给何涛 抱歉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裴建平 手泪成功 虽然今天在歌唱的舞台上 何涛 外号三寿 挑战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对于你来讲 这绝对不是生活的打击 因为你们幸福的 甜蜜的爱情之旅 还在继续 对不对 继续加油 谢谢你们 再见 本栏目由节能冰箱领导品牌 荣生冰箱独家冠名播出 荣生冰箱质量保证 挑战继续 今晚还有最后一位 没有登台挑战的选手 掌声有请 严凌超 大家好 我叫严凌超 来自河北邯郸 今年26岁 我的工作是一名彩妆培训师 欢迎一下 彩妆培训师 这个彩妆 一提到这个名词 这个电视机前的女观众 一定不陌生 彩妆嘛 我给你们男的评委普及一下 就是我们化妆也常用的 这个眉笔啊 眼线笔啊 口红啊 腮红啊 粉底啊 这些都算 就是我们舞台妆 也属于彩妆的一部分 方熊 你这是眼神啥意思 我说错了吗 最重要的还有眼影呢 对不起啊 眼影 睫毛膏 对不对 粉底啊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你提到了化妆 那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我就请教一下 我最近有一个困惑 也是造成我最近 一看到自己的节目 我就闷闷不乐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看我是帅啊 这我承认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化上妆之后 在镜头里显得 我眼睛特别小 其实以我的经验来说 你眼睛不小 不小吗 不小不小真不小 我怎么看起来那么小呢 主要是您的眉毛 显得您的眼睛有点小 是眉毛没画好 把眼睛显小了 对对是眉形的问题 那老师您看 我请教一下 我如果换眉毛 我画什么样的 会显得更好一点 我这是相对 我给你推荐三款吧 有三个套餐 比较适合您 好 第一个套餐呢 叫细如人生 价位是588 特别实惠 还好看 价钱咱都不单说 你就是588 能治好我眼睛小的病也行 什么 细如人生 细如人生 人生如细 细如人生 我主持就是特别有戏 对呀 这适合我呀 太适合您了 我能看看效果吗 可以 我们给你做了一个效果图 那我看看 细如人生 大家想看吗 来 看家评论 大姐 给我解释一下 我就怎么就细如人生了 眉毛多细呀 不行啊 就是 不光说细如人生 就是还得提高 阳刚之气的这种 行 给您提出第二款 第二款 叫重情重义 这是不是贵 还好 988 988 重情重义款 有照片吗 有 看屏幕 够重吧 这太重情重义了 这不行 这不适合我 而且我跟你说 我也不是那么有情有义的人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套餐 贵点我钱我花还不行吗 还有一个终极套餐 终极套餐 1988 特别贵 1988 叫飞龙在天 叫什么 飞龙在天 这个适合我呀 可是 可就是属龙呢 这个不是一般人 hold得住的呀 你让观众 我这脸型 我这长相 什么眉毛 驾驭不了 除了细如人生 和重情重义 对不对 飞龙在天 就要这一款 大家想看效果图吗 3 2 1 请看大屏幕 还有点犹豫 您感觉您hold得住吗 像怎么个飞龙在天呀 你给我解释一下 对 不像龙在飞吗 我跟你说 对吧 这个远往前我不花了 我推荐给耿维华 耿老师 飞龙在天很适合你 你看你一点评的 小眉毛不老 没有没有 更适合你 小颜啊 这个今天你的推荐呢 我们就先 暂时再考虑考虑好吧 我们还是聊聊你的工作吧 这个做彩妆 这个培训师工作 多长时间了 三年左右 但是呢 工作归工作 我要告诉 电视机前的年轻女观众 我身边的颜凌超 小朋友 她的体重 可以说吧 120斤 我绝对不是说 暴露女性 这个体重是不礼貌 因为下一句话就是 她来参加节目之前 去年的体重 是240斤 自从用了飞龙在天 这样一款眉形之后 减肥成功 哇 这是你吗 对对对 是我 是我 你再侧过脸来 这样 转过来 手再把话筒拿起来 在玩着手机 还能认出来吗 哇 你这120斤 剪掉了 用了多长时间 用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不到六个月 剪多少斤 剪了125斤左右 天哪 你就剪出去了一个人 他就等于剪掉了另外一个自己 对啊 剪了一半下去 为什么之前是240斤呢 你是属于生下来就胖吗 对 我生下来就达到11斤以上了 对 然后 生下来的时候就11斤 对 11斤多 天哪 那往往说这样的就不太好剪 因为他属于生下来就胖的 还不属于吃出来的 就像我家是开小超市的 零食一大堆 所以说长大也没有瘦下来过 就打小你就是一个小胖姑娘 对 我妈就是大胖闺女 那你怎么就半年前 忽然就想起来要减肥了呢 这个因为胖嘛 每天很多人的眼光 异样的眼光呀 还有一些语言上的侮辱啊 弄了自己其实内心挺自卑的 我记得有一次坐公交车 旁边有个阿姨 然后她 我坐下之后 她就跟我说 你往边上靠一下 那个太挤了 让我喘不上气 哇 那个一下脸就红了 特别尴尬 我就感觉 我说不好意思 我就往边上坐了一下 那阿姨继续说 你再往边上走一下 还是挤 我就有点委屈了 我说我座位都坐到 那个二分之一了 也不碍您事了 就说了一句话 那阿姨一下就火了 她说你胖你还占脸了 你明明就是占位置了 然后后边有个老奶奶 听不下去就说 人家胖也不是人家的错 你就少说一句吧 说完这句话 车里面的人都乐 他们那种乐 可能是觉得是挺好笑的 其实我内心那时候 其实挺苦涩的 车正好一到站 不知道到哪一站 我就下去了 下去了 我又自己打了个敌 那时候眼泪在眼筐里面 特别内傻 其实最主要想减肥的时候 是因为我小时候喜欢唱歌 可是因为胖 没有在人面前唱过一次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商场有个唱歌比赛 第一次报名了 我朋友说你唱歌好听 你上去报个名吧 我说我不敢 他说没事的可以的 我就参加比赛 第一次站在人群中唱歌 我一开口唱完歌 旁边人都在给我鼓掌 说这声音太好听了 评委也直接给了我 那个晋级赛的晋级卡 说你可以直接晋级半截赛 哇一下内心 人生中第一次自信 就是那时候有的 可是真的到那一天 半截赛的时候 评委的态度 一下就大转变 他说你得认清现实 有时候实力不代表一切 现在这种社会 要讲究综合实力 比如说外表 他说你现在这个外形 完全是不过关的 我第一次感觉到 唱歌是我 人生中唯一的一个爱好 我不想因为身材的问题 止步于前 我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我就想减肥了 真正第一次想减肥了 好像每一个身材 比较魁梧的朋友 都会讲起一段 这样的心酸史 从小到大 都会成为别人 议论的焦点 或者开玩笑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但是大家都不一定 是有什么恶意 但是可能就是习惯性的 把这样的一个身材 相对特殊的 这样的一群朋友 拿他们开玩笑 但是我们其实真的没有考虑到 我们这样身边朋友 他们的心里 他们喜不喜欢 我们这么去称呼他 起外号开玩笑 包括就连参加节目 竟然都因为身材的原因 来取消掉最后可能 甚至说夺冠的机会 其实会感觉到命运的不公 当然我要说 小超 那也是他们节目组 实力不行 可能就是考虑 公补起饭吧 我也觉得 可能想我吃得多 但是我是说一个真正能在半年时间 剪掉125斤的人 那点心多狠的一个人 怎么剪 这个其实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东西 早上六点左右起床 煮一些清淡的东西 吃两口 不饿就行 然后出去我户外 我的家离健身房 走路要一个小时 我每天走路六点多 七点开始走 走到健身房 八点左右 换衣服 健身到十一点半左右 然后休息十分钟 继续走一个小时走回家 回到家煮点蔬菜 开水煮蔬菜 然后吃完之后 还不能放油和盐 对对对 要放清淡的 吃完之后休息半个小时 继续开始走 一旦休息时间多 吃完饭是不能坐着的 然后开始走路 走一个小时 再休息十分钟 换换衣服 一直坚持到 晚上的五到六点 再走回家 每天这样坚持 包括捡到现在 是已经保持住了吗 就不会再有反弹 已经保持住了 已经半年了 它好像身体 应该会有一个记忆 对吧 比如说胖 你刚开始捡 可能会马上反弹 但是一旦当你 身材保持一段时间之内 可能偶尔你多吃一顿 也不会马上发胖 固定来说 就是三到五个月 就是半年期间 你没有再反弹 就没有反弹 这就说了 你好厉害 你能够一直坚持锻炼 我觉得真的挺让人佩服的 姐也是常年 常年奔跑在减肥的道路上的 我每天跟我们家那秤较劲 什么一斤啊 几两啊 我这在一看你 我败了 我跟你差远了 后来方琼一几眼 把秤调了 就好了 但我觉得真的挺难的 这对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小超 你让我们想到了一个 中国那句古话 有志者是进程 你只要能够坚持下来 一切都能成功 对 这就是每个人坚持 都是需要一个动力的 对 这个动力每个人因人而异 而我的动力就是 我说过我想唱歌 我在这上面受过挫折 所以说我的动力就是 我受下来之后 一定要站在舞台上 给你们唱一首歌 不会再让你们 因为我的身材 我没开始就 直接给我pass 让我结束 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歌 带来一首迷宫 好 掌声要进 看着你 看窗外 悄悄变红的夜 轻轻的你的手 带来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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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 无所谓 就算累 像空沙发在等待 拥抱着 是不确定 我喜欢爱情 多点惊喜 I don't care We will go Let's not forget Let's not forget 接下来我们今晚将会期待 音话筒的获得者 我大胆地预计一下 一定是一位女将 掌声请回当前的内主 裴倩平 首先有请评委方秋 裴老师 其实今天您在这个舞台上 刚才那一首报答 唱得也非常的好 但是我特别抱歉 我还是在这一轮当中 真的我觉得小超 带给我们的意外太多了 而且他的声音 的确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地方 所以不好意思 裴老师 我想把我的赞成票投给小超 抱歉 欠平 我我很遗憾 因为我们都是军人 其实在你一张嘴唱歌的时候 我就挺喜欢你的声音 我觉得你应该今天站到最后 从我这里 从我这里你应该站到最后 但是当这个林超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在我这你过不去了 对票我点 这个反对票我都投给你了 他还真的挺棒的 所以请你谅解 那我觉得在这一轮的比赛上 我更喜欢小颜的整体的状态 所以很遗憾也很抱歉 裴老师我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但是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把您的那个 声音治疗疗愈的这个事业做下去 没准到时候我还要去找您 去疗愈一下呢 真的特别好 好吧 我们把这反对票投给你 现在我宣布今晚的晋级者是 闫灵超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有请评委刘和刚 为闫灵超送上越战越勇 闫花童奖杯 人生会面对很多的严寒影附属 只要敢超越自己 你即将变成玲珑的你 闫灵超 加油 祝你成功 谢谢 祝贺你闫灵超 你也获得了由容生冰箱提供的 价值两万元的奖品 加油 再次感谢我们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要谢谢我们的五位评委老师 当然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想像闫灵超一样 来到我们的舞台挑战 并获得成功 您也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报名方式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挑战无助不在 为梦越战越勇 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